各位富人們好 我們的秋季新款上市囉 這次上市的是這一款 Peter相機包 這次我們特別開了一個小小的模 就是我們的五金logo 一如既往我們都是採用真皮的材質去設計的 那這一次呢我在上面做了一個小細節 我這次把它兩個拉鍊拉在一起 這樣子我們在拿取我們的內容物的時候 會更加的方便 那背後呢 我也幫大家做了一個小插帶 那這一款呢我也特別把它加長囉 所以它長頰是可以下得去的 那我們的背帶呢 採用的是皮配編織品 一樣有我們精緻的logo刺繡在上面 那這一次呢 秋季我們出了兩種顏色 一個就是我手上的灰色白色 還有另外一款就是咖啡色粉色 喜歡的富人們 千萬不要錯過囉 首先大家進去水館裡面 才能進到瑪利歐的世界 要是在新的一天 大阪環球影車我們回來了 今天有一個很大的重點 就是帶孩子們來看 瑪利歐樂園 在一起期間呢開幕的瑪利歐樂園 一直看到好多人已經來拍了 就好想要跟大家分享 今天總是可以拍給大家看了 而且我今天沒有帶其他裝備 我今天就是專門要來拿瑪利歐的裝備 哇真的 那我們這一次呢 其實是有買快速通關的 我們買一個那個最多項的 直接買七項的 因為買七項跟四項的 才可以保證可以進入到瑪利歐樂園 而且現在快速通關它其實也不太好買喔 如果你想好就越早買越好 快速通關也是會賣完的 那我們現在是早上的8點45分 我已經分辨不出來這個人潮了 因為以前我們來的時候 人大概就是這麼多 不知道這個對於現在來講 真的算不算多人 它其實是表訂9點才開喔 可能因為今天人太多了 所以它已經有提早半個小時就開了 那我們今天第一個任務 馬上就是衝進去 十分瑪利歐樂園 這裡 通常如果你沒有買快速通關的話 進去的話有兩個方式 就是拿整理券 我們其實是有11點20 可以進到瑪利歐樂園的快速通關 可是我們想說早一點去的話 人會少一點 然後拍起來可能比較舒服一些 我們拿到瑪利歐樂園的整理券了 非常簡單喔 就是用APP打開來 在這邊可以注冊你的票 就是掃QR Code之後呢 按右邊這個 就可以直接拿到瑪利歐樂園的整理券 那我們是拿9點20的 所以我們9點20可以先進去一波喔 對 聽說就是如果人不多的話 其實早上它還不用拿 你就可以直接進去 那今天應該是人蠻多的 所以一早就可以用這個拿 然後如果人再多一點的話呢 APP也沒辦法拿 那大家就要到那個 直接到現場 中間那個 中間那個中央公園那邊 就是要到那邊去拿 再人多一點就要各憑本事了 呵呵 好那我們要先去變裝了 變裝了 找到目標 可可可要這個嗎 可可可要這個嗎 可可可要這件 但我現在找不到它在哪裡 可可可要我又買了 奇諾比奧的狂粉 這裡也有一個路易吉狂粉 他還拿著他的眼鏡加鬍子 變裝完成 完成 我今天那種綠色外套 跟路易吉超搭的 真的 弟弟呢 弟弟變什麼 弟弟是狂粉 Urgy time 可可可想要買他最喜歡的 奇諾比奧的衣服 可惜沒有他的size 我們進去裡面再看 買了一個背包還有一個娃娃 爸爸咧 爸爸是一個鬍子 瑞吉的鬍子 呵呵 可是現在戴口罩 所以他叫才看得到 呵呵 好我們要進去瑪莉歐樂園囉 這邊就是要給他看整理圈的地方了 然後我們現在要準備進去 這條路感覺走進來就很像 我們現在走到另外一個世界的感覺 全部的設計已經變成瑪莉歐了 我們好像有那個手環的話 到每一個問號下面都可以擊斃 對不對 對啊 我們要進去才買得到 謝謝 我們一起去Hiawee Go Hiawee Go 我們先買到手錶了 再一進來這邊他就有一間錶 那這個錶就是待會戴起來 然後裡面可以去闖關 然後就會累積 全部我們看到都要收集 才有辦法去到最後一關喔 啊你買什麼 其中必要的 他總共有幾個角色啊 他有六個 有六款 然後我們家就賺了四個款 這是路易吉是不是弟弟的 這個是路易吉弟弟的 哦 他後面有一個QR Code 感覺材質是非常非常的好 他一個是多少錢 3,800日幣 所以大概接近1,000塊台幣左右 他是彈彈的 這樣子扣起來 那個app然後掃描 然後註冊 哦 好 全部都登錄進來了 進來之後呢 就可以看到我們家的 每一隻 然後就要去收集 好像是要把這170個徽章都收集完 然後才可以去 最後的關卡吧 這是你賺到多少錢吧 然後還有可以收集這個解鎖的東西 我們到門口了 他現在這個門口就有一個超級大的水館 我們現在就要進去水館裡面 才能進到瑪利歐的世界 好漂亮哦 天啊 他也太過5萬了 天啊 天啊 這裡好棒哦 我的媽呀 超精緻的 我真的覺得我在瑪利歐世界了 怎麼可以用得這麼漂亮啊 天啊 在後面 後面的手 哦 看BG公主 這是BG公主的城堡 然後 這邊是庫巴的城堡 這邊是我們平常闖關的地方 然後上面還有那個遊樂設施 我們進來第一站 想要先去他的餐廳 因為怕等一下越來越中午 人會越來越多 我們就拍不到他的很可愛的吃的 對 其實餐廳之前要不要先跳一下 好 那就好我收集 登登登登登登 有嗎 大力點大力點 一塊錢都沒有耶 好媽媽示範一下 媽媽示範 我發現他應該不是每個人都一樣的運命數耶 因為剛剛弟弟也是一下就沒了 所以應該是隨機數量 所以就看誰的運氣比較好 可以敲到比較多 還是有技巧 比如說你敲越快 你可以得到越多 哦 那你試試看 好 哈哈 沒了 他不給你敲 哈哈哈 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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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以為他這麼狠心 一個都不給你 真是掃描 看你現在的成績 你用APP也可以看啊 你先上一個印章 28分 我也要 哇你107耶 而且他多你一個印章耶 124為什麼 我覺得我敲了很多下 但是我的分數減比較少 所以還是隨機 阿!我最訊! 我最訊! 餐廳排隊的時候一樣可以收集金幣耶 給我一個好的吧! 喔!有兩個! 樹葉嗎? 樹葉很好的嗎? 好!我們進來了!我們剛剛點好餐了! 那他點好餐之後他就會給你一個號碼牌 這個號碼牌就是要你放在桌子上 送餐的人來就會找到你的號碼 然後把你送到這個地方 哥哥這號碼牌是馬力歐賽車的東西嗎? 還是... 可能是他的賽車開到地球的那個東西 喔!路上踩的那個按鍵 哇!有可能!這邊真的超有質感的耶 真的!而且他每個窗戶都幫你做事 像馬力歐世界外面的場景 然後包括前面的櫃檯那些 全部都是馬力歐的裝潢 設計的很好 而且他全部都是用這種木工的雕刻嗎? 怎麼可以用得這麼漂亮?真的很厲害耶! 我們剛剛是10點的時候進來排隊的 排隊大概排了20分鐘 當然因為裡面很精緻很漂亮 所以20分鐘算過得蠻快的 如果你真的想要體驗這個餐廳的話 越早進來越好 就是可能你就當作早餐吃 不然等下到中午可能真的都要兩三個小時起跳了 我們的餐點來了無敵星星 然後再加上一個照照雞團 然後哥哥這個是兒童餐 兒童餐他兩個選擇 我們點的是一個漢堡配一個炸蝦的 炸蝦蛋蛋 然後這個是一個什麼披薩包的 他點了一個甜點 是一個這個問號香的 我覺得他這個肉的醬吃起來跟聞起來有點不太一樣 然後肉也比較乾一點 所以這個我覺得吃起來算普通 但是看起來很漂亮 然後反而是這一個我覺得很好吃耶 我很喜歡這個 這是蘑菇的那個披薩 上面的麵包其實吃起來就很有嚼勁很香 然後下面是披薩的就是配料啊 醬啊起司啊什麼的下面 第一次吃到我覺得蠻特別的 然後是好吃的 妳看到什麼 有看到炸彈 炸彈喔喔那個會第四爆炸那個嗎 有 還有看到那個嗎烏龜嗎 那個呢 對啊 沒有看到 我們進來庫巴的遊戲了 他好像進去就是馬利歐賽車的一個互動式的遊戲 剛才他們有給我們一個這個 Children's Switch的卡 代表說 因為弟弟身高還沒有到 我們待會就可以交換這樣子 所以 媽媽可以先在這邊等一輪 然後我先跟哥哥去玩完之後呢 我再接弟弟這樣子 這樣子 就不用擔心說 再一個人在外面沒有人顧 真的喔 很好玩耶 剛才玩完庫巴這個馬利歐賽車 前面有點不知所措 不知道自己在玩什麼 可是玩到真的快結束的時候 發現好像是 就是你轉彎的時候啊 就是他會跟你講箭頭 要跟著轉 轉的時候才會加分 然後 最主要的還是攻擊 攻擊的話要怎麼看 就是 你就是這樣子一直搜尋一直搜尋 各個角度 都會看到就是不同的敵人 然後就是發那個烏龜 然後出去射他們 他們這個遊戲我覺得真的是 非常的先進 很酷還蠻好玩的 接下來我們要玩什麼 我們要去耀西世界 耀西很適合小朋友的遊戲 然後這邊快速玩玩跟新加坡一樣 就是你4歲以下 不用門票的也都不用買快速通關 因為大部分都不能玩 是 然後如果你大人有買快速通關的話 小朋友像這個遊戲可以玩的 就可以帶進去一起玩 哦 讚讚讚 這個遊戲啊 是一定要買Express 7 才有的快速通關 是 這個真的很壞耶 它很會酸 如果你只有買4啊 你只能玩到我們剛才玩的那個 庫巴的馬利歐賽車 大家就沒有辦法玩這個右邊 我們買的飲料 有紅色的蘑菇跟綠色蘑菇 然後還有一個這個是問桃花 花花 一個多少錢 2000日幣 2000日幣 所以 喔 現在日幣很划算 所以算起來都好像都還OK 我覺得好像很OK 這個小庫巴的最後關卡 你必須要收集滿3個鑰匙 你才有辦法進去挑戰最後一關 所以我們現在要先去拿到鑰匙 還有解掉所有的任務 我們來解鎖鑰匙的關卡 這一關是 抓時間要打這個龜殼上去 蠻有趣的那種簡單的互動小遊戲 可是它排隊也要到 大概排個20分鐘要吧 如果沒有成功 就要再排一次了 只有三次機會 喔成功了 太厲害了吧 拿到了一把鑰匙 我們現在來拿第二把 中間這邊有一把 你看 上面那個 石人花那邊有沒有 它好像也是一個 要一起合作的遊戲 要三個人一組 所以進來之前 它就問你說你有沒有三位 這樣子 原來它是這個按鬧鐘的遊戲 就是它鬧鐘一直響 然後大家一起把它按掉 我們有做好我們的作戰策略嗎 有 我們等一下就一人分一 所以就不好 那三個鬧鐘就好 我們來到下一個關卡 這個關卡就有點像翻地形一樣 你要把黃色全部翻成藍色 或把藍色全部翻成黃色 然後這也是一個可以投作的關卡 我們要把他沒停在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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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要把他沒停在號碼 我們應該有三個了吧 對,我們可以有了吧 按一下 有了 小褲巴出現了 小褲巴出現了 我們可以去了對不對 對 收集大了,全部都收集大了 好讚喔 弟弟沒哭 弟弟沒哭 其實我們還有很多鑰匙的沒有破 發現鑰匙的好像有六關左右耶 那就看大家有沒有想要把全部破完再來玩 還是說你只選三關 然後就想玩別的 可以可以 好 harmonic 小褲巴出現了 好帥 一聲 以來,要是中心裏 請起床 想要開戰 小褲巴出現了 正常上頂 我還煎拍 我們要來買超可愛的爆米花筒了 有這個瑪莉歐賽車的 然後還有另外一種是星星的 星星好像是晚上會發光的 它是開在後面耶 它現在很方便 你看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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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躺著開 對 要躺著開 這樣是這樣轉開來 它的開關在中間 這樣轉開來 喔 太棒了 按下去之後它還有 就是兩種散的模式 欸 對 對 對 都在閃 喔喔喔喔喔喔 還有一個一定要買的吧 瑪莉歐賽車 可是它的人氣好像沒有比星星高耶 在路上能見度的話 星星比較高一點 可是問題是 當年我們把它做出來的時候 現在看到它 你不買嗎 呵呵呵 它也可以亮喔 它是下面 喔 它也可以亮 它晚上也可以亮 然後你看 這邊 酷 然後爆米花筒在後面 這裡 然後要洗的話 它說這個可以拿起來 喔喔 可以直接拿起來洗 就不用整台拿起來 對對對 我們要去逛商品店了 在這邊 One Up Factory 他們是在一樓的地方 要去逛一下吧 哥哥想買的衣服還沒買到 我們都要出去了 還沒換到衣服 呵呵 這邊有庫巴的衣服 它有一區一區的 這區呢 就是比較多庫巴的 你覺得這家店有什麼是外面的商店沒有賣的嗎 我其實看到蠻多的耶 像他們有一些餅 好像是外面剛剛那邊都沒有看到 然後也有蠻多的抱枕 有一些比較特殊的衣服 一樣是只有 這邊也有外面沒有 對 所以這邊會比較齊全 外面沒有庫巴 但在這邊這邊都有 嗯 然後害羞幽靈的產品也比較齊全 對對對 除了在瑪利歐樂園裡面 有一家瑪利歐的餐廳之外 在美國大街外面走進來這邊 也有一家喔 這家是賣甜點 然後還有汽水跟飲料的店 然後隔壁的話也有它的專賣店 我覺得它裡面賣的東西好像又有點不太一樣 你看它外面的那個造型 跟我們剛剛在那個樂園裡面看好像又不太一樣 然後兩種口味的甜點 一個是草莓 那這個應該是葡萄 一個是瑪利歐 一個路易吉 然後下面有三個飲料 都是汽水 甜點來囉 超可愛的 我覺得我會喜歡耶 超可愛的 弟弟今天都一整趟路易吉 吃路易吉 小心喔 這個有點會掉喔 巧克力 巧克力齁 哇 我們這樣會不會買不夠啊 應該買四個的 對啊 應該三個就可以有一個三個 剛剛算起來也很便宜耶 它這樣一個台幣才160 好可以耶 它其實吃下去是那種鬆餅的口感 它就不像蛋糕綿綿的 可是它跟這鬆餅有一點QQ的口感在裡面 這看起來也還不錯喔 Soda 草莓口味 來喝一看 草莓醬的味道我覺得剛剛好 而且不會太甜 瑪利歐樂園 非常好玩喔 真的超推薦大家 如果來日本大阪的話 真的一定要來朝聖體驗一下 我覺得這次來這個瑪利歐樂園 有一點點超越了環球所有的園區 真的好厲害喔 而且它雖然面積不大喔 可是你在裡面我們真的可以待一整片耶 真的因為它到處都是很新鮮的東西 而且我們帶小朋友啦 所以慢慢玩 其實真的可以玩非常的久 對 我們從早上帶到現在才剛出來 真的超讚的 你有這個東西 喜歡瑪利歐樂園嗎 推薦 好啦這就是我們今天來瑪利歐樂園 跟大家分享 推推推推 那今天影片到這邊 如果喜歡的影片記得訂閱跟分享 按讚喔 下一個影片再見啦 掰掰 掰掰 拜拜